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小明的媳妇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回家过年的故事 到复养六百里 这部电影是K星人 裙子飞推荐的 么么哒 兜兜转转 曹丽还是回到了上海 前几年在深圳做服装小生意 哪知道会遭人骗 一下子两年的积蓄都陪了进去 只得打包了行李 辗转又回到上海 投靠老乡狗儿 狗儿和曹丽都是安徽抚养人 在这上海还有数不清的老乡 相互照应着 日子总该好过些 曹丽还有个合租的老乡 谢琴 谢琴已经来上海好多年了 一直做终点工 东家走走 西家跑跑 为的是让女儿弄好过点 前几年女儿也大了 跟着自己来了上海 谢琴私存着不能让女儿也和自己一样 做终点工或做保姆 于是他想着方把女儿安排进一家美容院 这至少看起来光鲜体面 虽然自己很忙 但他还是尽量抽时间去看女儿 烧上一碗自己做的热馄饨 或者送件新衣服 他这辈子算是到头了 只要能让女儿改变命运 过上好日子 他吃再多苦也试不着了 使他到车站接回了落魄的曹丽 两人一人上白班 一人上晚班 倒也合适 上晚班的是曹丽 狗给他安排在他所在的KTV做清洁工 狗机灵懂行 夜场磕散之后 也总能照应到曹丽 省得他被不懂事的小色胚子 开了游去 最近刚来的老乡 九儿也跟着狗 九儿是个哑巴 干正经活计 没人要 狗就给他安排去发传单 接接外快 倒也能填饱肚子 不过这几天 九儿开始发愁了 他弟弟六要开学了 家里头还没凑够学费 这一点狗也爱莫能助 请吃炖烧烤啤酒的前友 学费 他一个在KTV上班的护票 上哪凑去 文教者 考进去了 就证明咱有实力 独不独无所谓 可九儿不甘心 他不能让弟弟上不了大学 他开始寻思赚钱的新路子 那天让他发现了一辆 报废的大巴车 狗知道 这小子肯定在动赚钱的心思 他寻思了一下 豁然开朗 这破车也没人要了 如果修一修 说不定还能跑趟长途 年关将近 回富阳的火车票多难买 这大上海 又数不清的富阳老乡 还愁车票卖不出去 哥儿俩这一合计 心霞勒开了花 狗决定拉曹丽入伙 让曹丽负责卖车票 你看我想到你 我看你觉得你不容易赚钱 那么多老乡 我实际不想我想你 给你赚钱呀 我给你打提成 曹丽一开始不愿意 但这么多年的漂泊生活 最近做生意又亏大本 她想想也不愿意跟钱过不缺 于是她硬撑了下来 找了做劳务的张姐 要到了几十个富阳老乡的电话号码 她寻着电话号码一一打过去 也算是把卖票的消息放了出去 等她回到家 却在弄堂里发现 谢勤和一群人扭打在一起 等到众人散去 谢勤眼角带伤 直到喝了几口白酒 才打开了花匣子 她丈夫走得早 是自己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 丈夫走后 她辗转到上海大工 曾经嫁了个浦东男人 为的也是给女儿 挣个上海户口 但谁知道 对方娶她 也是另打算盘 人家只是为了多一个拆迁户口 多要点征服的补贴 现在可不发动全家族的人 要她签署协议 放弃她那一份补贴 你不用这个人可以啊 可是我家女儿怎么办 我这房子能不要吗 让谢勤不要这份钱 她可不干 为了女儿在上海落脚生根 她也不能放弃这份钱 这些苦 她只有自己往肚子里咽 路是自己走的 脚上的泡 也是自己好的 只希望女儿长大懂事 能理解她 也就值了 这一番话 让曹丽想到了父亲 和孩子 她年轻的时候 曾为了一个 不务正业的男人 要死要活 她那时候自觉爱得深沉 不听父亲的劝告 硬是未婚先欲 生下孩子 结果生了儿子后 这个男人原型毕露 不和她结婚不说 还三天两头毒打她 连孩子也被男人领走了 父亲怨她不听劝告 自作自受 而落得如此下场的草力 满腹委屈 还要受父亲的职责 一气之下 索性一走了之 这么多年了 她都没有回过家 这一夜 她突然有些想念父亲 也想念那不得相见的孩子 都是背景立香的苦命女子 两人也就白酒一杯 接着一杯下肚 歌中苦楚 彼此心照不炫 没过几天 曹丽卖票的消息 起到了效果 来买票的老乡 越来越多了 小月找过来的时候 曹丽正打算出门 小月说 自己这一趟回家 就不再来上海了 她的孩子一出生 就放在家里 自己出来打工这么多年 孩子根本就不记得 还有这个妈 她本来在一对老夫妻家里 做得好好的 那家太太 却凭空说她勾引自家丈夫 还信誓旦旦地 说要闹到小月的介绍所去 小月当场交了钱 得了个口头票子 因为狗这车 本来就是无照驾驶 只想拉一趟春运 规之外的四改八车 没有正规车票 只得通过口头留作的法子 卖票 可并不是所有来买票的 都像小月这般好说话 草丽也碰到过 反复购票又毁票的大妈 在外漂泊得久了 受的骗也就多了 连老乡也不敢相信了 在上海辛苦多年的外地阿姨们 已经渐渐地将警惕 化作一种本能 以让自己能够远离未知的上海 另一头 狗的破车也修得差不多了 可他根本没钱提车 就是发愁 但狗有的是办法 他和一个长相凶狠的朋友 合计唱了一出双簧 修车师傅吓得多多索索的 忙不迭地说没有下回 眼睁睁看着这个所谓的警察 把车开走 而车上的酒 这才恍然大悟 咿咿呀呀地 佩服狗的本事 这下有了车 车票也卖得差不多了 曹丽决定点点钞票 交给狗 可他回到家里却发现 连着新手机和压在床部下的钞票 一起没了 曹丽将房间里翻了一遍 这才想起来 是谢前的老情人又来过了 这个本地男人 一点都不本分 满嘴抛火车不说 手脚还很不干净 来 咱们家的足迹啊 谢寝默默不语 他也知道这个老情人的为人 他转身拿了自己的存折 递给了曹丽 这个钱你先拿着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们两个相处都卖好 不要上个何词 曹丽默默地收了折子 女人间的心酸 她懂 第二天 谢寝接到了一个大单 到一个高档小区打扫 结果门一开 她就傻了 女儿被有钱人包养 住在这高档小区 一时无忧 谢寝转头就走 她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只是突然想回家了 命运给她开了一个 多么荒唐的玩笑 她这么多年 吃得苦 受得罪 都成了一个笑话 终于到了要回家的那天 曹丽才发现 谢寝拿着大包小包 算我一个吧 回家 曹丽不知道谢寝发生了什么 但看到她这一副不再回来的架势 心里突然很不好受 连谢寝都要回家了 她呢 前一晚 狗儿劝了她半天 让她回家 她都没答应 狗儿告诉她 她前些年春节回家的时候 看到曹丽的父亲 在村口树下等曹丽 老人说 家乡的路也改道了 怕曹丽找不到回家的路 于是老人家就蹲在巷子口 一蹲就是一天 直到晚上才回家 听到这里 曹丽的泪珠 大刻大刻地往下掉 可父亲已经去世了 这辈子 曹丽是见不着父亲 等她回家的模样了 漂泊这么久的曹丽 总算是明白了父亲 可这终生的悔恨 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 如今看着这一车老乡 都要回家 还有一个托送骨灰盒的 年轻人回家 老人回家 活人回家 连死人也要回家 她曹丽呢 临近发车 小月突然探出头来 喊助她 递给她一圈麻绳 这绳子 本来是在老家捆麦子用的 线下想用来捆行李 可是又多余了 便送给了曹丽 曹丽接着这一圈麻绳 心头一阵酸楚 父亲死了 老吴破败了 她的家 在何处 故乡容不下梦想 城市无法安放肉身 曹丽只能捏着麻绳 站在路边 目送着跋车 渐行渐远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接下来 你将看到 19年的台词日历 扫描以上二维码 进入K星人的店 就可以购买这本台词日历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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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